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古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就会再去和大家谈谈李家超 主要围绕着两件事去进行探讨 第一件事就是关于李家超未来班底的问题 因为有些政界风声开始指出 现在最少有三个潜在人物 而且郑若华身为律政司司长 他的流任可能会遇到强敌 关于他的强敌是谁 是什么背景 以及如果郑若华流任 在他任内做过什么事 而令到他会有优势 郑若华是不是真的不能留下呢 这些都会去和大家探讨一下 另外就是关于李家超的政纲 虽然直到现在还未有一份完整的政纲可以看到 但是不若而同地 但凡去到星期一时 有很多政坛风声传出了 特别是说明日大雨 北部都会区 再去看上届政府 即现在这届政府 所定立的事情 究竟之后会不会做 或者会不会有什么改变呢 另外越来越多声音 提及到会由现时的3C13局 变成3C15局 并且会增设副司长 副局长 和政治助理 虽然这件事在前日的影片提过 但今天就和大家探讨一下 因为有些黄人说这些职位 其实根本就是太公分猪肉 属于政治福利 或者政治纵援 还有有些黄人都断定李家超的政纲 会相当之蒙糊 即是会写下去相当之空泛 在这里也会重点和大家探讨一下 其实政纲是不是真的要写得这么细致 写到年几多月几多号 要完成什么目标都一定要这样写下去呢 即是有时候是否写得没咬得那么细致 就真的代表他不会做事 他假扮做事 等会也会和大家探讨一下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最后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素描旁边的二维码 每个月支持一下我井仔 另外也希望大家积极留言 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根据报章所写 其实问责官员细必会大换血 这句听下去当然没什么问题 大换血这件事大家都很想 因为今届政府的确做了很多 令大家都不满意的地方 但是换血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呢? 首先大家都要了解血从何来 正如如果大家没去捐血 血库没血又何来换血呢? 大家会去想 究竟香港有什么组织 有什么地方 其实是一个血库 或者叫做人财富 是适合李家超去挑选人选的呢? 其实血库一直都有在的 而且血库都是由中央 李家超 譚sir 譚耀宗一起去组织的 这个正正就是李家超的竞选办 现在有三个人物 风声很高 说他们是热门人物 李家超是警队出身的 一直被人说不懂经济 民生事务 他自己也解释过 只有上帝才会认识所有东西 倘若当选 邀请各方人才时 中央协力16名副主任 以资深大律师莫树联 较为惊喜 因为这个人原来他的表现向来低调 甚少参与选举活动 莫树联过往多次代表政府打官司 也身兼基本法委员会的委员 获得中央信任 在建制阵营来说也颇具声望 政坛以语就说 莫树联是想做政务司司长一职 从他的近期言行 感受到他有意投身官场 至于现任的律政司司长 郑若华 民望长期低沉 但因为任内推动过国安法 而被美国制裁 面对这些强敌 不知道可不可以度过下任政府 和大家谈多些莫树联的资料 首先 他是一个太平新史 也拿过铜紫经星章 早前已经说支持香港国安法 曾经说过 香港人是无需争取人权和自由 这一番言论是当时的讨论度比较高 在2014年香港社会探讨政改时 他也反对公民提名 赞成参选人只要拿到一半票数就能通过 他曾经为政府代表过 包括在2012年香港行政长官选举结果 相关的选举程 就是他代表梁振英的首席律师 另外青年新政两名香港立法会议员宣誓的 司法复核案 他也是政府的代表律师 梁振英的两个没办法 都是这个律师有份出力 先说一下郑若华 刚才已经说了一点 虽然我知道有部份的观众 都会留意法庭判刑的新闻 例如不久之前 耳朵和陈珍的案件 一旦说起这案件 大家都会陆陆续续拿回以前的案例 就会觉得 哎呀司法制度好像很多黄人 有些黄法官 司法界是否需要清洗一下 例如法援会不会被人滥用 这些是否需要大清理一下 当然如果要改革 并且做出最有诚意的一步 当然就是将其中一个老顶老大哥换走 郑若华的文望的确是长期低沉 但也要跟大家说一下郑若华有什么优势 其实在刚才已经说过 大家要知道郑若华的背景 的确是很有料的 另外刚才提到他任内推动国安法 虽然大家都知道事实看上去 他并非是郑若华积极争取的 可能是说不同的议员 例如何君耀和中央一起推出国安法 但埋单计算 其实都是在郑若华任内推出了国安法 还有郑若华自己也是被制裁当中 这些都可以说是为他的留任带来一个优势 但郑若华我自己有个私心就会觉得 其实这么多的文责官员里面 除了邓炳强之外 你说全部换血都没所谓 因为在19年的时候 有出声 然后市民大家看到有做过事的人 都是只有两个 其他那些 无论是疫情也好 还是19年也好 都看不到他们有什么大作为 单单用文望去做计算 其实值得留在这里 都是只有李家超和邓炳强 为了新一届政府的政治观感 但凡有任何一个能够继续留任的官员 相信都会被媒体和香港社会追问 研究一下他 究竟19年的时候 他有没有尽过责任 就算他的部门职位 未必与警务有太直接挂勾 他作为官员 他有没有出声 还是他看到大局议定 才扑出来说一定要支持 还有在疫情时 究竟那个局长有没有尽自己所能 去做他应该做的事 这些到时一定是大把媒体可以去写 一定是大把坏东西可以被人追究的 还有能够留任的政府官员 未必会更换 但这样说 陈范、陈兆史这些 不可能留在这里 当井仔大胆假设 如果这两个人 随便一个可以顺利过渡 我想不单止我 应该很多人 所有正常的KOL 报章 大家都会傾巢而出 一定去拍片去骂 为什么一个看上去这么失职的人 居然可以最终留任 而且也会不多不少 令大家对李家超的眼光 会有所质疑 所以有这么多的政治因素 这么多的考量 我觉得最起码 这两个人是一定没得留下的 因为在大家心目中 香港爆亦爆得这么厉害 他们都可以说是其中的罪魁和首 而且只要下一届政府 其实他们愿意去大换血的话 某程度上会得到一个民意的蜜月期 因为新人士新作风 大家都会给一些时间 去看看新上任的官员 究竟他们有什么表现 最实际的去说 起码半年之内 只要你没有犯什么大错 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批评声音 所以就算民意不太好 但就不会破天荒 像这段时间被人插到地底地骂 现在就说下那三个热门人选是什么人 其中一个是黄元山 他是团结香港基金的高级副总裁 立法会选委界别议员黄元山 其实他现在协助李家超 去赞舍土地、房屋方面的政策 有政界之中的人士就说 银行出身的黄元山 一直有意加入政府这个热厨房 但以他的履历和个性 较适合在幕后工作 下一届政府之前也跟大家说了 有意重组中央政策组 黄元山相信是人选之一 其实也好 不是一定要去做官 你做中央政策组 都可以把你的知识 专业意见 直接提供给政府 另外 黄元山他自己 担任立法会议员不到半年 如果要转跑道 必须要辞职立法会议员的职务 到时就会牵涉到保选 但保选在选位界别来说 是牵涉到1500张票 比较容易去处理 如果你本身做立法会议员 再加入中央政策组 是可以不用辞职的 因为有时候大家都听过一些商料 三料议员 业柳是其中之一 业柳既是行会成员 亦是立法会议员 但你做局长就不同 局长就没办法 自己又是议员又是局长 因为当中会有些冲突 中央政策组 应该在冲突上没那么多 而且在中央政策组做顾问 未必一定用全职的身份 有些人都在说用一个 非取得完工资 或兼任 总之希望减少对社会 对整个架构的影响下 都可以为政府提供有用的资讯和意见 再说第三个 现在的进出口界议员 王英豪亦被传为局长的人选之一 他出身在法律世家 目前是全国政协委员 民建联中委 向来被政圈人士形容为有野心 但也有建制中人提及 议员加入政府 虽然是更上一层楼 但也需要顾及政治观感 如果尽量避免太多新丁议员同时跳槽 会被人觉得 议员身份是跳板 就是跳槽 就是一个玩具 可做可不做 当你做了议员半年后 找到好路数 把这个位置 捨棄了不要 留给下一个穿舊鞋的人 这件事我都觉得李家超需要考虑一下 例如会不会有什么职位 例如行会成员 中央政策组 可以被立法会议员兼任 让他们同时可以 用他们同一个人的能力 在两方面 继续为政府发光发热 接着跟大家谈谈新的政光会怎样 增设职位那些 之前的习数不重复 对于北部都会区 和明日大婴的计划 坊间很多风声会继续做 亦会探讨政策上如何拆墙 松绑一些流宇兴建的流程 一些法律卡住等时间的地方 另外提到公屋亦会提及更多 公私营合作的房屋 不过有专家学者分析就说 就算李家超的政光出炉也好 有很多东西就不会说得太过细节 因为担心把东西说得太过细节 就等于将来会为未来的局长 和一众的副局长 绑手绑脚押止他们的发挥空间 因为正如同大家所说 李家超未必那么熟悉房屋政策 突然之间给两个星期时间 他就叫一个不熟悉房屋政策的人 就连同他的团队 一定要实牙实耻 说明未来五年的房屋发展方向 这个摆明就是刁难和围难人家 还有有时候做人做事有些事 不要说得那么死 其实是为自己留一线空间 当然这个留一线空间 不是为了射博 为了不做事 为了左推右推而留的空间 这个空间是为政策灵活弹性 所预留出来的空间 无谓咬文着字 用一个很实际的例子 去和大家解释一下 如果你要去打击楼市太过高昂 其实你有很多方法可以去做 例如你可以建建公屋 其实建建公屋 再去小分都可以分到两样东西 究竟你是说你建的公屋 你是建的快点 还是你会释出更多的官方土地 去建多些公屋呢 单单是说你建的快点 还是你建的多些 这两个都已经完全不同概念 不同做法 不同方法了 如果在这一刻 假设几天后 李家超的政策实牙实耻 去和大家说 我们会决定建多些公屋 令到未来的局长 他们的大方向 只能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 到时就被迫要硬去做 但相反 现在就只是和你说的概念 就是告诉你 没错的 我们会打击楼价过高这个问题 但就不实牙实耻 不说太多细节 就留下空间 让将来专家留给适当的人才 去审时度势 去决定最终采取哪个方向才是最好的 因为有很多的决定 其实是随着时间而改变的 正如俄乌战争 大家都猜不到原来会变成这样的 然后大家都猜不到 因为俄乌战争而令到很多的食品 食油那些全部都贵了的 甚至乎连印度的中旅游都不出口 不离香港 这些局势改变 没有人会预知是怎样的 但假设两年之后 香港以至整个世界又出现了一个大改变的时候 还是不是适当一定要跟着两年前 自己的老板曾经对着媒体所说过的东西 明知不是那么合适也好 都硬要死操作 但如果下属发现自己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不再跟老板的解决方案去做的话 到时又会被很多传媒去说 去评击 甚至乎又说 哎呀 李家超他们是不是在跟衣室那里闹不和 这种种的事情 都会间接影响政府施政的效率 和政府的威望 即使用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和大家说 林郑就说什么全民检测 又说什么 那时又不知说什么 18万公务员齐心出动 结果最后换了回来换了什么呢 就是换了做一个全民自愿的上部自我检测 所以有很多东西真的不应该说那么实 让专家落地了 落手做了 研究过了 之后可能他们发现到第三个方法是更加好 更加少些副作用去抑押楼价 任由他们放手让他们自由去做 就不要说因为老板半年前的一句说话 说了用这个方向 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 为了被人突显得出自己是 不是反政府 一定跟着李家超的说话去做 间接会浪费了很多的政治资源 和政府资源 再说说关于开多些副局长 会不会是政治纵援 政治福利 有些网友就说 太公分猪肉 现在加入民建联 随时有官去做 有些人就说 现在是不是开位给 徐英伟准备翻山 准备死者骚身 我自己就是这样看的 做官这些事 不单止是李家超一个人决定的 中央都要下头才行 如果太公分猪肉 就算是分猪肉 都要分给有料的人 你没料的 原来你也是废的 那怎么分给你呢 平时的传媒没有告诉大家 局长做什么 难道真的天天上班 上班打机后就下班吗 热厨房这些 越多人做就越好 现在大家看到 林郑这部门又停下 那个位置又不聘请人 结果现在就搞到很多拿手不成勢 所以聘请多些人 正如之前那几集说 我真的觉得没问题 一旦发现了哪个局长是真的废的 没做事的 那些 要是他自己辞职 再不是的 那李家超就告诉大家 什么叫做真正的负责制 是不是 不是说请了官 他就一定永远做官 做得差其实都应该要炒的 这就更加突显到 将来李家超政府 对于市民 对于香港社会负责任的态度 所以我认为 有太公分猪肉的这个可能性 就算你找到一份好光 良好好 福利好好也好 你估不需要做吗 你做的工作量 你都一定要应对到 你所给的东西 这才叫做合格的 是不是 好了 那今集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就下集再见 拜拜